下載股市資料 其實我也是 不是 因為之前上課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交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突然這個地方 觀看次數突然暴增 因為我那時候就教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因為如果你今天 我是從Yahoo股市裡面當的行情 這個應該都很open的資料 或者你可以從證交所 證齊會等等類似這種方式 然後你就找到水泥類股 假如隨便一個 電腦周邊好了 比如說你想要把這個資料 把它抓下來 其實當然這裡面 你如果要抓上面不是一個網址 特別注意 它是一個PHP 實際上這個也是一個動態網頁 然後後面有個問號 就是它後面的參數 它後面的參數會有一個參數 就實際上這個是亂碼 實際上這個應該是一個中文名稱 只是說它因為經由UI 這個網址轉譯 所以變成一個亂碼 不過也不是很重要 反正最重要是這個網址 把它複製一下 那你想說 如果我今天呢 複製好之後 假如說我要用剛剛的方法 就是資料裡面什麼 從web 然後怎樣把它貼上 到它會出現呢 也會出現 那會不會有一個表格呢 會有一個表格 打勾 這是我們要的對不對 按確定 按匯入嘛 它問題說匯入到哪裡 A1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呢 結束了 可是問題來了 什麼問題呢 就是資料沒下來 那我以前 有教一招 就是怎麼樣 更改那個 就是因為它實際上 它是利用一個什麼呢 它實際上這裡面的技術 是用IE裡面的Java 就是用IE的物件來用的 那我之前是教 就是把那個JavaScript關掉 就可以匯入成功了 大概你們看早期的影片 可是後來就有 Youtube上面就有人打了說 老師你這招已經失效了 為什麼 因為可能Yahoo 他們的那個工程師 也有看我的影片 知道了 所以後來他就改了 改了之後的話 就不行了 怎麼辦呢 所以今天的話 我再教各位 其他的招 這個應該就比較沒問題了 怎麼破解 這個沒有辦法下載的問題 第一個 請各位看一下 下載完之後的話 剛剛 我們不是下載之後 這裡有一個 後來是歪打正著了 沒有很特別 先來觀察一下 發現呢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 我們明明是下載這一個 可是他卻給我這一個 有沒有 剛剛下載之後啊 我們本來是按匯入好了 你會發現呢 我明明要底下的東西 結果他給我上面東西 那也就是說 他給我東西 其實表格裡面 他有插入一個 可能有一個多一個表格 所以我把表格的順序 減1之後 就可以下載了 但是問題來了 我怎麼可以去把那個表格的順序減1呢 其實直接從這邊 我看一下 也試一下 如果直接從這邊有沒有辦法辦到呢 如果沒有辦法辦到的話 這邊把它打給我看一下 在選項裡面 這邊好像沒辦法去變更 所以如果沒有辦法在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用一個方法 第一個 開發人員 錄製聚集 那這個名稱的話 我用 假設是聚集1好了 我不改好了 沒關係 因為這只是暫時性的 那做什麼事呢 1一樣去 資料裡面的 從web 2的話把它貼上 到 3的話